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反美斗士司马南尽管中外通失 但中共处于煽动反美的需要 一直对其网开一面 近日由于二十大前各方斗争激烈 司马南被曝光2010年在美国买房 陷入舆论漩涡 中共无法继续装农作哑 以官方出手维稳 其在今日头条、微博、抖音等平台上的账号全部被禁 8月21日又传出 司马南外逃时遭北京边界人员拦下 引发外界遐想 据网传消息称 北京时间2022年8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 司马南使美国绿卡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第三航站楼登机时被边界人员拦下 或因涉嫌其关联传媒公司的内幕交易 不过截至发稿 司马南本人并未回应网上流传其外逃失败一事 据悉 无论是司马南的微博还是头条账号 所属的MCN都显示为蓝岸智库 根据网友核实的信息 蓝岸智库的账号主体是4月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据中国官方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其XX显示 4月华文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27日 法定代表人为极左派的代表人物饶景 注册与实角资本都是2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广泛 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技术开发 进出口袋里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电脑图文设计与制作 软件开发等等 此前曾有人爆料 4月华文公司法定代表人饶景 是娴熟制造话题的操盘手 他是司马南背后的真正大脑 而在该公司旗下的还有 征结财经观察 北美催割 据介绍 北美催割是一名早已定居美国的创作者 发布内容却是教育粉丝爱国的内容 还因此引发争议 有网友曾留言说 利益在美 嘴巴在国内的 不免让人生意 人都跑到美国去了 常年在美国吃喝拉撒睡 还在喊反美口号 这就有点搞笑了 不过 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背后的机构如此布局之后 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 现年66岁的司马南 是中共左派网红 坐拥超过3000万粉丝 其粉丝基本都是底层的屌丝群体 因为司马南时常发表反美激烈言论 被称为反美斗士 近日 他被踢爆早在2010年 花25.7万美元 在美国家中买了一间房子 限制58万美元 引发舆论炸锅 与激烈混战 对此 司马南陆续发布三段美国房市丑闻影片 招任确实在美国买了一个小房子 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这个事情的报道 我现在必须非常沉动的心情跟大家检讨 犯下如此严重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感到追悔莫及 我辜负了网友对我的期待 但他信誓旦旦声称 全家没有美国籍 没有这回事 你拿出证据 这房子送你 至于有没有绿卡 房子给谁住 司马南回应说 我们家没有绿卡 房子交人打理 谁住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家没人住过 司马南掉进了舆论漩涡后 其微博 抖音 近日头条等社群账号 皆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遭禁言 以遭官方出手维稳 再度引发网络热议 中共这几年自以为已经崛起 似乎超越美国就在当前 岂不知 美国一变脸 中共立马就难以承受 最近 美国商务部寄出 EDA软体等管制禁令后 中国半导体界很快就乱成一团 EDA断供一词在微信圈杀过 美国这波EDA软体禁令 虽是牛刀小事 先针对3奈米以下制程进行管制 中国业界普遍认为 美国目的是将中国IC设计卡死在5奈米 制造卡死在7奈米 这对中南海全力扶植的IC设计大咖 华为海思 紫光旗下紫光展锐等厂商而言 无疑是一项噩耗 而归属中心系的75家IC设计厂商 是否连带遭波及 拭目以待 EDA在IC设计产业链极具关键性 处于芯片设计产业链的上游 中国评论认为 谁掌握EDA 谁就有芯片领域的主导权 在中国被誉为芯片之母 EDA是一种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 用来设计、分析、优化和验证IC的性能 是开发验证3奈米以下 GAAFET架构关键 可打造更高效耐用的IC 被用在军事、航太的各种应用 包括国防与通讯卫星 尽管EDA市场规模小 与庞大的半导体产业链 动辄几千亿美元相差甚远 但中国天数至新物理设计经理 郑长春直言 EDA软体市场虽只有100亿美元规模 却能撬动庞大的芯片市场 如同咽喉一般 虽然很小 却可决定人的生死 外界则揣测 美国出狠手除了佩洛西访台 中国动和台湾 围台军宴 升级台海局势有关 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与之前中心被抓包 7奈米芯片抄袭台积电有关 逼得美国出招反制 有分析是 中共之所以为此紧张兮兮 主要是中国国内EDA市场 由三大外企掌控 囊括将近八成的实战率 这三大巨头分别是 新思科技 凯登电子和西门子 Ansys KeySight也榜上有名 由于中国EDA市场 由外资企业控制 美国进出口管制 势必重击中国IC设计产业 根据中国统计 中国境内约有2000家IC设计厂商 不少中国芯片设计公司 已采用7奈米制程 比如GPU创业公司 逼任8月最新发布的两款芯片 极力推出的智能座舱芯片 以及百度的昆仑芯片 目前均为1000奈米制程 整体来看 美国这波禁令将限制 中共尖端科技发展 而中国国产EDA又无法立刻顶上 势必冲击中国IC设计产业 只是美国并未全面封禁 可能是留筹码 也可能是考虑美国企业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陷入泥潭 已经不择手段 拿平民区和核电站 作为军事攻击目标 在乌克兰独立日到来前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呼吁国际社会 警惕俄罗斯干出特别丑陋的事情 8月24日具有双重象征意义 乌克兰从前苏联独立31周年 也是该国抗俄战争进入第7个月 俄军周一继续在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攻势 旭路透社8月22日报道 炮弹如雨点般落在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扎波罗热附近的城市尼克波尔 而对外输出粮食的黑海港口 奥德萨附近则在昨天周日遭到导弹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周日呼吁大家提高警惕 他称 莫斯科可能会在周三8月24日 乌克兰独立日之前 尝试干出特别丑陋的事情 乌克兰许多城市已被炸成废墟 预计乌克兰人不会在周三独立日上街游行 或组织露天纪念活动 美法德因四国首脑 昨天就俄军占领的乌克兰 沙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声时表示 同意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泽连斯基说 他已经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所有威胁 并已向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内的其他领导人发送了消息 泽连斯基在他的夜经视频讲话中说 乌克兰的所有合作伙伴都已获悉 俄罗斯这个恐怖国家本周可能干出什么事情 他还表示 如果俄罗斯继续计划在马里乌布尔 试图俘虏乌克兰的捍卫者 那么他将违反国际规则 基辅将切断谈判 泽连斯基继续说 如果这种卑鄙的表演继续进行 将使谈判不再可能的界限 将不会再有对话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援引莫斯科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加蒂洛夫的话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试图促进对话 但他否认了有关泽连斯基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的猜测 他称 没有任何实际的平台可以举行这个会面 美国和韩国举行数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美韩官员们说 恢复正常规模的军事演习 将强化抵御朝鲜威胁的能力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美韩巩固军事同盟 对遏制中共的地区军事扩张 也具有重要意义 8月22日星期一 美国与韩国年度已持自由之盾 联合军演拉开帷幕 韩国国防部表示 两军将展开11项野战训练 动用飞机 坦克 战舰和数万军员的兵力 今年头几个月 朝鲜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 并不断威胁要对韩国发动军事打击 有迹象显示 平壤随时都有可能实施5年来的首次核试验 过去四年中 为了让朝鲜去核化的外交努力 有充分的运作空间 美国和韩国显著缩小了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 引发军方对备战能力可能受影响的忧虑 韩国新总统尹熙悦今年5月上任 表示要将韩美联合军演恢复到正常水平 以确保有能力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挑战 不过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 美韩演习开始后还没有立即看到朝鲜方面的异常举动 北京也反对联合军演 他要求首尔不要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但是尹熙悦政府回应说 此事关乎韩国的国家安全与属权 尹熙悦总统在过去几个月来明确显示 他比上届政府更愿意强调韩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在对中共十分敏感的台湾和印太安全问题上 也更愿意发声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期的万维的播放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